大家好 歡迎收看實拍實說 我是大地星空的Delen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些關於英國的生活資訊 有一個題目在網上的討論項度很高 就是英國超市購買東西的題目 即是購買日用品的題目 其實很多人都會分享過關於英國超市購買的資訊 今天就想用這條影片比較概括地介紹一下英國有什麼不同種類的超市 還有在他們那裡買東西其實有什麼提示可以用到 還有一些生活品物價的比較都可以做給大家 好 現在馬上去片 首先跟大家簡單概括一下英國有哪幾類不同的購買日用品的地方 其實我將它們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我會叫它們為會員超市 代表的店舖就是Costco 其實它就是一間美國的公司 它的形式就是它是一個批發商 不過它就會接受你登記成為它的會員 就可以每年給一個會費 就可以進去用一個便宜的價錢 買到不同類型的食用品 我們之前也拍過一條關於Costco的影片 希望之後可以快點在這個頻道分享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的種類就是傳統超市 大家認識開的超市規模 以下這些品牌就是這些超市 例如是Tasco、Sainsbury、Audi、Lidle、Waitrose、Island、Astar、Morrison、Mark & Spencer food 這些基本上就是遍佈全英國都會有它們分店的超市 我之後會再細節說它們不同的分別是甚麼 之後還有一類型的超市 第三類就叫做High Plus Supermarket 就是叫做巨型的超市 在英國其實有兩間公司 會有這類型非常大的超市的店舖 就是Tasco的Extra和Sainsbury 它們會在一些好像之前跟大家介紹的 一些市場公司裡面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地方 就是好像一個倉 其實它跟其他的Tasco的Sainsbury 是差不多的賣的東西 不過它的offering 即是它的貨品種類 就會比普通的超市會更多 可能會有三副鞋物 或者會有家具買的 這些就是巨型超市 另外就是英國也會有一些比較小型的超市 但是它是介乎在便利店和超市之間的一種營運模式 這類是我叫做第四類的超市 那有甚麼代表呢 譬如有Tasco Express 有Sainsbury Local 有Co-op Food 有Little Waitrose 還有Mars & Spencer的Simply Food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類型的店 因為它們比較小 所以就會開在一些比較 可能人多些的地方 例如市中心 就會多些這類型的店 又或者開在一些車站裡面 會方便大家去隨時去買少少日用品 在那裏 不過大家要留意 可能這些小型超市 加上便利店一新的店 賣的價格 可能會比平時的超市貴少少 這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最後一類第五類 就是我們的便利店 英國的便利店是叫Off License 這一類便利店會有酒賣 而且它不是一些大牌子 多數這些便利店會是獨立經營 其實是有少少類似大家在香港印象中的士多 不是一些大品牌去經營的店 有時這些Off License的店 還會有Post Office的功能 於一身 大家可以進去寄信 又或者收包裹 都可以在Off License的店裡做 不過這些Off License的店 其實他們的差別可以很大 有些店可能會有新鮮的菜 蔬果 肉類賣 但有些就沒有 純粹是煙酒零食 或者是杯麵這些簡單的賣 所以就看看你們住的地方 或者是學校附近 那類型的Off License的店是怎樣 剛剛和大家數了那麼多 傳統超市品牌 我現在就簡單解釋一下 可能每個品牌之間 其實他們的分別是怎樣 先說最普及市佔最高的Tasko和Sainsbury 其實這兩間Supermarket 可以說是英國Supermarket的代表人物 代表品牌 就像香港大家認識的八街和圍康 就是這裏的Tasko和Sainsbury 他們盛在店面規模 通常都很大 買到的貨品種類 也是各類超市裡面 都算是最多的 而且他們的價格和質素 都是最平均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來到英國 都很難不幫襯這兩間超市 另外就是Audi Astar Island Morrison 和Lidle 這五間超市 就是一些定位比較低價 便宜物品的超市 其實便宜物品不一定等於質素 就會很差 只要你小心選 都會選到一些比較高質素的貨品 其實有調查分析過發現Lidle 在雲雲這麼多超市裡面 是最便宜的一間 以我自己每個星期都去一次Lidle的經驗 就會發現Lidle的貨品質素 其實算是不錯的 它便宜的原因是 Lidle本身已經是一間批發商 其實Lidle在歐洲很多國家都有它的營運 即是在歐洲很多不同國家都有營運 他們很多貨品 其實是會直接由歐洲的Lidle 直接引進來英國 所以它的貨品價格 便宜過其他英國的市場市場 但是Lidle有個缺點 就是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品牌 都不會在Lidle找到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找到的 都是自己的品牌的東西 還有很多貨品的種類 其實不算很齊 所以經常都會發生 就是今次你找到那件貨品 下次又沒有了那件貨品的情況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令到Lidle買東西 就會成為你每個星期去買日用品的一個輔助形式 因為很多時候都找不齊你要買的東西 不過就可以用它的便宜價來補足缺點 至於Watros和Max & Spencer 就是以上那麼多間超市中 算是最貴價的超市 尤其是Watros 所以其中一個令你快速便息 你的區是不是一個貴價的區域 就是看看你的區域 是不是只有Watros 或者Max & Spencer 如果你的區域只有Watros 那恭喜你 你的區域非負則貴的區域 我們都簡單和大家做了一個網上超市物價對對碰的比拼 我都分開了幾個不同的物品種類的價格去做一些比較 例如豬 牛 羊 雞 三文魚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看到不同的超市物品 其實他們的價格是相差多遠 我盡量收窄到同一類型 同一個gram的物品價格比較 如果是豬油羊雞 大家就可以留意 它的每kg或100g的價錢是什麼 就可以看到其實它的unit price是怎樣 通常我們發現 可能拿Tasco、Saintry、Audi、Vatros、Astar 這五間來比較的時候 大部份都是Audi這間超級市場最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你家附近都會容易買到Audi這間超級市場 因為可以看到它的價錢 真的比起這五間超級市場都算是大部份物貨品比較便宜 有一種方便跟香港買日用品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其實英國網上買日用品是非常盛行的一種風氣 很多英國家庭可能都不會駕駛車出去買日用品 反而他們會在網上每一個星期都買一次日用品 所以其實每一間英國的超市都會有他們自己的網上日用品 這個Service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很多的店舖很多的品牌 其實它今天下單明天就已經可以送到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每一間的Supermarket 它的網上商店其實都會有不同的運費規則 例如像Sainsbury那樣 即使你買滿了40磅之後 其實你都要付一個運費才可以享用到它的送貨服務 除非你加入了每個月的delivery pass 否則你就一定要付它的運費 但是如果你用Amazon Amazon Fresh就不需要的 如果你買夠40磅的話 買夠40磅的東西 它就可以免免費送貨 這些都是要大家留意的 亦都可以 compare 一下不同的商店 不同的商店的delivery Saintbury的Saintbury 當然這個就要交給大家慢慢試一試 所以我覺得Saintbury的服務是挺不錯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想買Mars & Spencer的貨品 你就要透過一間叫Occado的公司 在網上購買Mars & Spencer的食物 又或者他們的日用品 就要在那裡購買 這些都是需要大家留意的 其實在英國買日用品 都有很多省錢的小提示 這裡都盡量總結一點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格價網站 去嘗試比較自己可能想買的東西 在哪一間Supermarket 最近是做一個最便宜的價錢 如果那個Supermarket有方便你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那間Supermarket 去買你想要的東西 這個網站就叫Trolley.co.uk 大家可以上去就可以save自己的shopping list 就可以看到最近最更新的超市價錢 就可以在那裡做一個一覽無遺的比較 另外就是其實每一間Supermarket 都有自己一個會員制度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英國 記得要儘量加入這麼多英國超市的會員 他們除了因為它可以給你儲分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會有些會員的特別優惠 他們可能會寄一些Coupon到你家 又或者是即時在你checkout的時候 scan你的code 就會有些特別的discount 又或者有些特別的貨品可以送 所以這些都是大家可以省錢的一些攻略 而且如果你覺得那麼多會員很麻煩 那麼多apps 其實大家可以安裝一個store card的apps 在電話上 就可以把所有會員的member card 都安裝在同一個app上 那你就不用我把apps按開來 就去安裝那張member card 這樣就比較方便 那關於英國超市購物 這方面就今天跟大家說到這麼多 希望以上的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即是在英國買日用品 做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雖然英國買日用品 尤其是新鮮的食品 其實價格很便宜 因為這些新鮮食品是無稅的 不需要付VAT 所以就會令到這些貨品的價格這麼便宜 不過因為每一間超市的定價 其實有時都可以相差多遠 所以希望以上給大家的一些價格資訊 都可以令到大家在這個能源價格 和每樣貨品的通脹都這麼嚴重的時候 都可以幫到大家省著那個荷包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類影片 就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如果有任何的留言 或者你有什麼資訊想知道更多 都可以在下面告訴我們 我們都盡快拍些不同類型的影片給大家看 今天下條片再見 拜拜